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OR 近期中國有好幾款作品都在內冊中 幾款看下來都還蠻有趣的 可惜沒有抽到內冊資格 今天只好來介紹一款公測的老遊戲 1% 遊戲由中國的五維護瑜開發 過往並沒有什麼大作品 遊戲最早在2018年上架測試 反覆經歷了4年到今天才正式公測 主打的是集幻式實體卡牌 然後每個月都會有一款限量的簽名卡面繪製 這部分我在遊戲體驗的部分會再說明 不過其中特別吸引我的是 合作的畫師居然有天野笑喜 本來以為會不會只是個盜版同名 不過官方當時真的有放與他相關的PV 所以確定是本人無誤 這美術插畫大師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應該吧 早期的Final Fantasy的人設就出自於這位大師 帶有強烈的魔幻美術風格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其他還有一些有點時代眼淚的作品了 可能年輕一輩的觀眾就沒看過了 台灣也曾多次舉辦過天野笑喜的相關展覽 我書架上還有一套布滿灰塵 當初看展覽順手買的FF角色公仔 而雖然說遊戲的介紹是三宵結合劇情跟Meta 但其實衝擊量不過是畫柄的噱頭 尤其看到這個Meta 一個無名火就上來了 而說到底其實這遊戲就是一款圖鑑收集冊 那我們來看看遊戲本體吧 介面上應該各位都看得出來 是想仿造手機桌面的UI設計 不過說實在 我就是在玩手遊了 我寧可你把人物力會放大點 多點互動設計 也不要搞這種超前創新的設計啊 況且現在誰手機打開 不是漂亮或者賞心悅目的桌布 比如貓 建議這美術設計 請回頭再去想想 而說到力會 我也不知道廠商是想強調還是不想 目前市面上的二次元遊戲 都盡可能想展現自身的美術力會實力 通常在起始或者圖鑑都會盡可能展現 結果在這款卻不是 你如果想看的話 就麻煩再進去點一下 真不考慮跟角色的數值解說 切換一下主次順序嗎 我感覺每張力會都在哭啊 遊戲的玩法其實很無聊 就是常見的三宵 讓角色攻擊或者擊斬能量放技能 不過就只有前期可玩 因為我看到有加速加AUTO我又陷入沉默了 如果是怕玩家覺得乾 就不要總是又鎖資源又卡體力嘛 這麼簡單 而且唯一可以動腦的成分都要AUTO輔助的話 我是想不透這樣還能玩什麼 想想看 如果Candy Quark都搞自動的話 還玩個毛線啊 倒不如集中把關卡的質量提高 減少只是流水障消耗體力的環節 且劇情部分也沒有什麼可講之處 每十來個關卡才有一個劇情 而且沒有語音就算了 重點是沒有任何經驗之處啊 對比同為捲美術的無奇迷途 對方在劇情的塑造上下足了功夫 且每一關的文本含量都很高 上個月海賺了約7億台幣 成為今年中國下半年的黑馬 代表是常見的玩法 但是有內容深度的話 也是可以被玩家所接受的 不過另一方面也持續被罵得很慘就是了 畢竟遊戲設計跟策劃都讓人很無語 未來會不會斷牙絲暴死就不好說了 不過當你以為這個遊戲就這樣 可以準備卸載的時候 其實它還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就是在亂點亂晃的時候 可以解鎖TCG玩法 也就是這遊戲真正可以玩且燒腦的部分了 這玩過如實的應該就很熟了 屬於需要一點學習門檻的策略對戰 真的是比一開始自帶的三消本體好玩100倍 我反而是花了比較多時間在玩這個 不過市面上同類TCG玩法太多老大哥在前面擋著了 以目前的內容來說要一拼還真的有點難度 而兩種玩法的抽卡是各自獨立的 就看你是想當放置鹹魚還是硬核決鬥家了 而開頭提到的實體卡部分 也算是這遊戲區別於市場的賣點吧 所有遊戲內獲得的抽卡 都可以換成實體卡寄送給玩家當作收藏 不過費用也不算特別便宜 實際換算下來一張還運約40元台幣 而期間限定的合作角色就直奔500元了 而拿到實體卡以後還可以掃描QR Code 獲得遊戲中對應的角色Live2D例會 等於就是買實體卡送遊戲實裝 輸到這不知道觀眾知不知道 以前受限於網路跟輸出設備並不普及 台灣當年流行過專賣明星卡片跟海報周冰的專賣店 一張小卡5元10元這樣子 其實這概念是有點相似的 而畢竟遊戲目前的IP並不大 也沒有發展成線下的對戰桌遊 本身流通價值並不高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有個實體收集 去找外面的專業輸出行就可以搞定了 只要圖片提供的DPI夠高的話 成品都不會太差 甚至如果你想做成抱枕、拼圖、馬克杯都可以 所以目前這樣看下來 單純就是純打收藏噱頭為主 比較像是在支持畫師 又或者說是靠畫師的粉絲來吸引玩家 結論 該為醜恨付費 還是為愛買單 實際上這款就是個賣概念的產品 卻又不像是神奇寶貝、遊戲王等 有足夠量的群體去支撐轉換成其他周邊的發展 如果是先有IP受眾再召喚成手遊 或者是手遊做大再考慮實體的話 應該還比較未來可奇點 不過這遊戲能否撐到變成大樹的那一天 目前看來也是前途渺茫啊 本來還想在加碼多獎幾款 不過影片會過長 就下次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